因疫情延期一年的竣工的滨海艺术中心的新剧院工程进入最后阶段 周围的隔板已经拆除 早前受到影响的老涛湾摊贩对此表示欢迎 预计生意格将回升五成 来看记者陈韵儿的报道 工人一一卸下搭建了长达三年的隔板 这标志着新电信水兵剧院的建筑工程进入了尾声 楼高四层半的新剧院建成之后可容纳约600名观众 有助改善本地中型演出场地不足的现状 工程原定2021年结束 但延期一年 剧场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 包括了我们的顾问组啊 承包商啊 和每一位工友们 大家真的是努力不懈的齐心协力的克服种种困难 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呢 我们是希望顺利的完成水兵剧院里头的这个各个系统的调试和测试 从我身处的这个走道望过去 老饭湾近年来受到隔板的阻挡 许多顾客不知道他们有营业 因此生意而受到了影响 如今随着隔板拆除 受访的摊贩表示生意有望上涨超过50% 我们也是希望外面的人看得到 看得到啊顾客看得到我们这个档口咯 可以走进来的从这边走走进来比较多 它一开放起来风又大 坐起来这边人家喝酒吃sate啊 还是吃什么东西都好 一家人这边团聚 受访公众也对新变化表示欢迎 最起码风景都美一点的嘛 看到就觉得很像很好奇这样 因为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好像小贩中心这样 可能改天改天会过去 剧院的开幕正逢滨海艺术中心成立20周年 届时观众可在新剧院欣赏到 七个由海内外艺术家带来的各类型演出 我们又开 我们又开